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11日 星期六 今節要跟大家去探討到底香港的金融地位 今次從一個特定的角度 去探討到底香港的金融地位 能不能夠保持著金融中心 大家都知道 金融中心 建基於的東西是甚麼呢 金融中心 最建基的東西 就叫做股票交易 絕大部分的 金融中心 包括倫敦 紐約 等等 全部 都有股票的交易所 John Connor 你為甚麼都說了一些人都知道的東西 要跟大家詳細說 問大家 股票是甚麼呢 股票 大家都知道 就是公司的股票 從某一個年代開始 這個西方的世界 建立了一個概念 叫做公司 這個跟大航海時代有關 因為 一艘船 如果有無限的責任 債務責任 對於 要搞航海事業的人來說 相當之無利 所以慢慢的一艘船 就是有限責任 這個概念開始慢慢就出現了 所謂有限公司 Limited company 的概念也是這樣 產生了出來 換句話說 有限公司 就是我們當今這個世界上 所有商業運作 當然就是股票市場 股票市場上的那些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也是有限公司 我們這個商業世界的運作 建基於對於公司法的保護 這個可能很多人其實就不明白 簡單一點跟大家說 這個跟刑事司法制度 保持針默有權穩律師一樣 這個因為大家可能看電影 看不同的新聞 包括政治新聞等等 已經把這個概念 直跟在你的腦海裏面 你要知道 你就已經 清楚記得 刑事司法制度 法治的最根本 就是被告人有權保持沉默 被告人有權請律師幫自己辯護 這兩個重大的基石 在香港就是沒有了 香港現在就是有嚴刑逼供 拉到回去打獲金 然後就要逼他供出罪犯 供出其他同伴 這個在2019年的整個時代革命裏面 已經清楚看到 我們看到有大量的人 受到嚴刑敲問 然後就忍不住 把其他人供出來 所以我們說香港的法治基石沒有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香港現在竟然有官派律師 後半句話說 如果一個被告人 他沒有權自己 在不受別人干擾的情況之下 自己去選擇律師 這件事 將會 等於徹底 沒有了法治 在李宇軒12港人的案件裏面 我們清楚看到 李宇軒 很明顯就是被剝奪了 他自己 有自由去找一個代表自己的律師的權利 很明顯官方有人安排了 他找律師 而那個律師 就是代表的 絕對不是李宇軒的利益 這就是第二點 為甚麼見證著香港那個 所謂刑事司法制度的法治基石 已經完全沒有了 第三點 當然不用說了 就是香港國安法 加上香港國安法法官 那種種種 種種偏袒北京 偏袒港共政府 甚至乎是明目張膽為虎作槍 所以這個更加不用說了 所以香港 的法治已經完全崩潰 這就是鐵一般的事實 按相同的道理 香港的商業社會 其中一樣東西 建基的 就是法治社會 法治社會前面已經用三分鐘論述了 告訴大家 法治社會不存在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剛才所說 公司 的概念 公司法 就是現代商業社會的重要基石 假如 公司 那個 獨立的法人地位 換句話說 一間有限公司就是有限公司 我就算是這間公司的持有人 不會因為我是他的持有人 或是因為他是他的董事 在公司犯法的時候 我要負擔所有公司的責任 包括民事責任 以及刑事責任 刑事責任 如果你是通過 董事的特定行為 幫公司做犯法的行為 當然 董事要負責 但是 公司法的最根本概念就是公司 以及裏面的人根本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團體 現在 香港政府 正正 就是要將公司法撕毀 香港政府為了 政治目的 為了政治理由 為了對付這個支聯會 竟然引用 第一次引用這個公司條例 把支聯會的登記 從公司註冊處裏面的名單 無端端把它剔除 換句話說 要告訴全世界 香港 公司法 可以因為香港的政治理由 隨時可以把一家在香港註冊的公司 把它剔除 這個對於香港的商業世界 金融中心 等等 等等 都是一個 極嚴重的破壞 而這個信息 我們認為 未夠告訴全世界 所以 為甚麼 要在這裏跟大家鄭重地說 話說支聯會確認 現在沒有被人抓的那個應該就是蔡耀昌 蔡耀昌說 確認收到保安局局長發出的信件 說支聯會 支聯會是一家公司 說支聯會是涉嫌危害國家安全 然後引用公司條例 向 特首和行政會議建議 將支聯會 剔出 公司註冊裏面的名單 換句話說 香港政府基於政治理由 將一家有限公司 沒有任何 的 理據的情況之下 直接 剔出 與此同時 支聯會裏面的七個常委 現在 絕大部分都是被 香港政府關押 他們有甚麼可能能夠處理到 支聯會有限公司 然後被控 說違反國安法 怎麼能夠代表這家公司 作出答辯呢 如果沒有看錯 香港政府也是第一次動用國安法和公司條例 利用這個公司條例的條文竟然將一家公司 直接刪除 這個信息要告訴全世界 在香港做生意的海外公司 因為海外的 外資 在香港做生意其實也是 會用香港公司 他們的子公司可能是香港公司 香港的子公司 竟然現在 會直接 在懷疑干犯國安法的情況 直接把整家公司刪除 甚至乎有機會要求這家公司 交出所有跟國安法相關的案件的資料 如果不交 就好像 支聯會常委那樣 全部被關押了 這個信息我們認為 不夠 說得給全世界聽 如果外資 知道原來香港的公司 是會 無端端被剔出 整家公司 有可能無端端干犯國安法的話 那麼香港的金融市場 其實地位實在是一定是不保的 因為香港絕大部分的上市公司 其實他們一定有一部分 實體 就是香港公司 雖然 上市那部分 多數就是海外公司 但是多數他們的業務裏面 一定有一大部分 就是香港公司 所以說其實整個金融市場就是建基於 這個公司法 因為有公司法 所以這個世界有股票 有股票有股票交易 所以這個世界才有金融市場 現在香港政府 就是親手 將公司法 在全世界面前 用政治理由 將它撕毀 這個信息 一定要到 外資身上 一定要讓全世界知道 香港這個地方 金融地位 沒有辦法保障 因為連最基本的公司 他們基本上都是零保障 這一節的訊息很清楚 我相信 坊間好像也不會有人從這個角度 去幫大家分析這件事 這裏就是John Connor 獨家 跟大家說這件事 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繼續支持我們這些 獨家分析 請繼續幫我們點擊廣告 繼續幫我們 用無限loop帶法幫我們播放 我們今節跟大家分析到這裏 拜拜